絕對不是第一次的 其實大家如果有留意時事 或者有留意我自己的Facebook 加上我的網台刺針的話 其實我們都一直有報導相關的事情 去年有一件事都做到很大一件事的 就是去年7月的時候 我稱之為第一次小紅豬事件 就是當時有個人預告自己就會上載一科的marking scheme 就是當時有個大公民會的報道 其實大家也知道 在網上做這件事是不妥的 去年考評局最終它報警 而警方聲稱拘捕了人 但是就沒有了下文的 所以其實這件事本身是不妥的 所以其實這件事本身是不妥的 就算未去到今年發生的事情也好 大家都有個疑問 就是小紅豬犯了案 抓了人是沒有下文 其實整件事你聽到的觀感都不是很妥的 就是說其實大家都很記得 如果有香港的考生 是上載了一些比如說市場的barcode 上去網上 就馬上已經有很多人罵了 下文那時候就說 就是要嚴肅對待 要減分之類的 換句話來說 那些人就會覺得在Facebook IG裏面做事就有效果 但是去到小紅書裏面 涉及到內地的平台 甚至是內地人的時候 只不過是報警 但是沒有下文 會不會這樣呢 所以其實大家都帶著這個疑問 來看小紅書的事情 誰知道今年一踏入到 DSA考主科的時候 就已經有很多宗事件發生了 那些人就把各科的試題 放上去小紅書 那就不單止是一些 帶得走的試題 甚至乎一些不帶走的 我們叫做question answer book 就是說那個試題簿 不單止是印試題上去 而是說它還要在本簿上面要搭上的 那個其實因為你在上面要寫什麼東西 就是要原本 就是整本 就是要原本 完考之後 就要交給市場 考生是不可以拿走的 所以留得出來的話 其實一定是最少的教考人員 又或者是校方保留的一些的試題 那變成它等於就是把一些沒有發放的考試資訊 就是放了上去網上 所以其實要摩他已經犯了這個機密的條例 要摩就是它犯了這個版權條例 因為那件事本來不應該是將它公開的嘛 所以現在就有一點就說 大陸人做事呢 因為小紅書這個東西 他們那個文化跟香港是很不同的 香港的話 其實大家都很遵守這個制度的 那麽考試的條例就規定 每個市場裏面 剩下的物資 那些的試題譜 或者那些 answer book christian answer book 就是可以考察自己保留 那你用來自己做研習的用途 跟學生去研習是沒有問題的 那歷年來都是這樣做的了 那大問題大家都知道 是一定不可以把它放上網 否則的話 其實就會破壞了規矩 那麽大陸人呢 不受這一套的嘛 有東西在手 就算有個屁也好 他都會大大聲告訴人家 我懂得放屁呀 那麽樣就瘋狂地放上小紅書 去年已經是那一單 今年的話 各科都是啦 英文科也有 數學科也有 就是香港01之前報道的話 甚至乎已經是超越了 我刺針那個報道啦 就是我都是call別人的 他找到數學科 有人在那本christian answer book上面 作答完之後 放了上網 告訴人家 我有這本東西 我懂得答啊 那樣 諸如此類 所以其實情況呢 已經有一點去到一個失控的狀況 所以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狀況了 就是說這個考評局的秘書長 魏向東 看今年的第一單小紅書事件 就是說有人是 把這個英文科的那個考卷放在網上 然後就 是不是英文科 租民科 有人就說 東方日報廣就說 東方日報廣就說 這個應該是內地考場啊 然後香港的公眾就 反應很熱烈啦 就說 哇 第一科已經出事了 第一科必須科已經出事了 然後大家都指責就是說 大陸那個考場的保安是差的 魏向東出來就譴責 就說這件事就跟大陸考場無關的 那些人有用心 戰狼上身 其實你做考評局是不可以戰狼上身的 你有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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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然後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就馬上已經出現了 這次他要報警的這件事了 因為其實確實是有 香港的教師 作為一個監考人員 他用小紅書 上載了這個英文科的聆聽卷 到最後他不得不報警 所以其實整件事 是一個公關的角度來講 是挺醜聞的事 譴責完別人變有用心 然後到最後你死死地氣 都要就著小紅書的事件來報警 所以這件事其實可以最少從兩方面舉 第一就是說考武人員的操守 在小紅書面前他們就會突然間發瘋了 第二就是說考評局自己處理事件的時候 那種態度 不應該政治上身 戰狼上身 應做什麼就做什麼 不要將他政治掛稅來處理 對於自己的形象就會好一些 因為其實這個話要分兩頭 他為了要遷就大陸的做法的話 的確它是淹死了香港一些的考試制度 譬如說他將一個行之有效的 傳統上做了幾十年的 將那些考生打散去不同的學校做法 令到環境陌生 監考人員陌生 從而令到那些人沒有作弊的空間 這件事其實做了幾十年是非常之有效的 但是問題在疫情期間 當時他們已經想著要在大陸裡面開市場 所以就用疫症作為理由的話 2021年開始就實施所謂別修科源頭認考 然後做了幾年之後就告訴別人 這個是香港制度來的 所以大陸現在學足香港制度 跟你香港的制度一樣 因此在大陸裡面開考的時候 都用源頭認考 變成了沒有人可以救病大陸做法 跟香港不同 否則的話 香港打散 大陸不打散的話 那些人就會覺得你的做法 大陸那邊鬆了 那現在他首先在香港這邊 做壞了規矩 然後就在大陸裡面 把一個壞規矩學了 你告訴別人 跟香港一樣 都是這麼嚴謹的 那你就沒有聲音了 所以其實這件事本身 是有遷就大陸的成罰在裡面的 但是遷就完之後 其實我們不得不稱讚大陸的做法 因為其實市是不會完全 百分之一百 是在一面倒的 我們現在見到那個傳媒的報道 大陸的考場 其實它最少有兩方面 做得嚴謹過香港 第一 它市場外面 是有派公安車駐守 就是嚴防有什麼事情發生的時候 可以有國家勢力 第一時間來處理和保障的 第二件事就是說 據傳媒的報道 市場裡面是實行這個電波干擾 就是說如果你用iPhone 用電話的話 其實你是發不了訊息的 電子干擾 電子干擾 那變成了 其實這件事 香港裡面都沒有去到這個程度 所以大陸那邊 在它力所能夠的情況下 它的確是有嘗試 是將考試那個監考水平 是做得很好 甚至乎是好過香港 但是問題 不要忘記 這兩個只不過是一個試點的做法 是的 那兩個都是達成市 一個就是深圳 一個就是廣州 但是如果將來這麼有幸 或者這麼不幸 DSE是全國各大省市都實行的時候 在那裡說的是幾千個考場的時候 這種的做法有沒有可能 在每個市場裡面都這樣做呢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提出的疑問 換句話來說 其實DSE再發展下去 在大陸裡面的話 那個嚴謹程度是有可能會放鬆 最終可能會出現 其實好像去年A-level考試的做法 因為英國還有A-level 所以我都報導過 刺針那邊 就是去年最少有四個A-level的市場 是洩漏市題 在大陸裡面 那它是傳媒沒有公開報導 那那個考評機構呢 也都沒有公開去報 它就是將這些消息 放到網站裡面 一個很隱蔽的地方 就是這樣寫出來就算數 它沒有公開來講 所以將來會不會DSE就好像A-level那樣 就是有某些市場是會出事 最終的話它只能夠很低調地處理呢 那這個就不知道了 那為什麼那個美國總理事館 會影響香港這個文憑市呢 就說美國院學 那這個不是用來升學的嗎 我們在說的是 是不是4月那時候多少 就是DSE開考當日 是啊 是啊 它就一方面就公足DSE的考生 就是考得好些 就是令到那個post好像我記得 好像有幾萬like的 就是那天都很多人like 好了 一方面呢 它就公足一些 預祝一些考生 就是奇開得性 考得好些 另一方面呢 它就很搞事 在那個post裡面呢 就官方是留了一個comment 就說對不起 就是它當然沒有說對不起 DSE的考生是不可以用DSE的成績 來報給那個大學的 這麼搞笑都有的 就是我完全不知道它做什麼 那它的說法呢 就有根據的 就是因為你去報美國大學的時候呢 一方面它是看這個所謂的holistic 就是它沒有說得這麼詳細 它是看你的holistic achievement 就是那個考生在各方面有什麼成就 那另一方面就是說 你當你考的時候呢 其實你都還沒有考這個DSE的公開試 所以其實你的成績是對於 在報考的時候是沒有作用的 但是呢 它就說我會看你的DSE的校內試的 來決定是不是給你去就讀 所以它這個說法又不是錯的 但是問題我覺得有一點搞笑 就是一方面公足你考得好些 但是另一方面你的試我也不會看 那另一方面大家都關注 這次的考評局 你考生在考試 又要什麼報道2 和今考2這兩個軟件 那在那個考試過程又發生了一些問題 你可不可以講一講 它那個呢 其實就什麼原因都未曾知道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它今年開始就實行所謂 第二代的市場支援系統 那當中就有兩個的軟件 一個就是考生用的 就叫做報道2 你去到考場的時候 就是scan那些在場的報告 告訴別人你已經報道 來了那個市場了 因此系統裡面就會有你的記錄 第二樣東西就是 那個叫做監考2 市場就用它去登記考生 出席了 然後就來到那個監考人員 就逐個逐個人去注入 這個系統裡面就說這個人真的真的報道了 誰知道呢 就是頭兩天考一些小的科目 那個應該就是視覺系術 還有這個設計及應用科技的時候 因為考生人數很少 只有幾千 那就沒有事情發生 但是一去到幾萬的時候 那個系統就下降了 那兩個系統 那兩個報道2和監考2 都不能夠用得上信 甚至乎監考2是下降了 甚至乎監考人員 所以我會是從來的 就是在表現的記錄 那些信息 那些信息 但是那些信息 那些信息 就不可以用到的 但是我覺得 這個信息 就不可以用到的 那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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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向個報料就說不要以為只不過是報道系統出事 但是後台那裡其實是出現了大量的異常報告 就是所謂的考生錯誤、市場錯誤、有此考生 這些這樣的報告是多得不得之了 接著去到試卷了現在它要scan的 就是scan完之後掃瞄完合系統 就將電子板分下去那個平卷系統裡面 給那些月卷員連到去月卷的 它就直接說scan的過程裡面是對不到數 scan的資料和各方輸入的考生資料 是很多時候不回答的 所以搞到那些人疲於不明 就是那些同事疲於不明 其實同事冒險將這些訊息告訴我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說明了 這個系統是面臨一個癱瘓的危機 我收到這些訊息的時候 其實就是數學科開校之前那一天 就是已經考了中英文兩科註科了 之後的情況有沒有改善呢 就要問局方是怎麼樣的 但是聽說還有相當多的異常報告存在在那裡 所以我就在刺針裡面開了post 將情況說給公眾聽 然後就敦促一些考生 其實如果用到那個報道儀的話 就一定要用它來去登記 告訴別人聽 你已經告訴系統聽了 你已經進入了市場 真的有效這個事情 我已經在現場 就不然就要到時出現一個尷尬的現場 就是有人有朋友留言都有說說 到時會不會成績單上面明明我有考 出道來告訴別人 我是absence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你就會很搞笑了 所以就不是搞笑 簡直是一個災難來的 所以為了保障自己的話 一定要嘗試 就是考生 要嘗試到了現場的時候 是要用那個報道儀來告訴系統聽 我已經在現場 就不然都是出現一些 影響到自己 好像城市的一些情況發生 這個不是又是沒有那個口罩 意思就是說它沒有說 給一個paper現場的監口的人員 給人家可以用紙啊 這些是踢踢踢誰到 沒有這樣的一個口罩 它去到中文科的時候就已經有了 但是問你之前那兩天的話 第一天中文科的時候是完全沒有的 這個可以肯定的了 第二天英文科就據聞 它在考試結束之前的話 就通過那個考試系統 就將一些電子版的考生資料 就傳給學校 不知道市場本身用不用得來登記了 就是去到第二天其實都還在脫掉的 去到所學方可能會好一些 這個要詳細的情況 就要問考評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看你在Facebook裡面 都有說報料給你的 那些老師都說 這個金考語比金九二啊 為什麼呢? 這個不是老師說的 這個是局方的同事說的 其實簡單的 同事都知道這件事有問題的了 所以給了一個Facebook裡面 給他一個人間搞異的 嗯